這應該是還不錯的棋手 看起來對面是零諾术 真的是零諾术 需要一個抽牌或是傷害的法術 可能不應該選那張 但搞不好應該選月之洞察 所以剛不下這個衝鋒撞那隻就是為了防剛發生那件事 對面 對面 OK 可能直接buff兩次會比較好 嗯 感覺直接buff兩次會比較好 等一下 現在是多少 5加6 11 13 先抽牌吧 等一下可以做這個play 雖然這也不算什麼很好的play 第八輪做這個play我純粹是早點成長上去而已 6D喔 我可以抽什麼來贏嗎 揮擊 我要抽到另外一張啟動跟 為什麼就抽個 好像沒什麼東西可以抽來贏欸 我們先做這個好了 搞不好做這個也可以欸 也是不錯 我手上有另外一張支補讓我還蠻安心的 然後他有一個OPOP OK 唉 古聯 hoc 糾纏 1 2 3 4 5 呵呵呵呵 呵呵呵 XD XD 其實我搞不好不應該下這張 然後讓他自己想辦法把他藥劑調費 是殺死 殺死之類的 OK 出發 我的商品最滑散 XD 看他解不解掉這張 我還要一輪 才能夠贏 所以有點困難 這太讚了 這超讚 因為這樣我可以 就等於我下一輪可以補場 然後下下一輪可以跑效應 除非他有辦法清掉這張 應該是沒辦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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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他這裡如果有再一張AE的話就會很難過 GG了 XD 4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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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 嗯哼 就是這張 末日也不錯 我可以錢幣末日然後接達納蘇斯 我也可以再等一輪 因為他這裡如果下圖騰魔像的話 其實他會解掉這個末日原則 就下一輪了 wow ok 感覺有點盾啊 所以我們下輪其實有錢幣 找地看守者 對 就是有過 ok 為什麼是左右擺動啊 我真的懂欸 超像那個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嗯 這裡會有決定可以做 應該是這個吧 這裡如果吃妖術的話其實不賺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衝鋒 可是衝鋒的話 他可以法商閃電風暴 然後全解之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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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喔 知識古術 初呆龍沒有龍combo 我們可以拿閃靜陣不足其實 這隻不可能活下來啊 對啊 對啊 憤怒也先贏技 OK 哇 活下來了 OK OK 所以應該從滋補開始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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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人 好像是這個欸 嗯 這樣他如果有第二張閃電風暴會有點糟 可是就算他有第二張閃電風暴 他也要這兩個其中一個直到三才 他才可以解掉其中這兩個 其中之一 不然就是他要翻到法商圖騰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他用閃電劍解 可是他如果有閃電劍的話 他上一輪可能就會交之類的 哇喔 所以我可以錢幣糾纏之根糾纏之根 然後他能幹嘛 他什麼事都不能做 OK 要嗎 還是我先出這張 先出這張 先出這張好了 現在他如果出那個 2費2 6嘲諷老鼠會有點強 骯髒的老鼠 OK 嗯哼 預期之中 直接下路虧囉 OK OK 爽歪歪歪啊 爽歪歪啊 爽歪歪啊 oh my god 所有選項都太好 oh my god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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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ht 謝謝你抖了兩塊 謝謝 謝謝你抖內 OK 破壞遊戲體驗 看你這邊崩潰了嗎 看你這邊感覺一整個崩潰 他把大招繳掉 專心上課 來 來個咆哮吧 沒有 有野獸嗎 沒有 還是應該選這個 我們應該Buff他 他現在還是可以回滿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我還是覺得預言英姬有點錯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是一張究極順風牌 所以你真的要很順 他才是一張好牌 所以他這裡如果下一費手下的話 我就要下 跟著下木裏原則 OK 沒有 啟動很好 還好 OK 所以他下輪只有閃電劍嗎 所以這張應該沒事 那這樣代表就是我下輪可以很 很爽的下陸虧 對他其實應該還有其他傷害吧 我應該他應該解不掉這隻 OK OK 他剛剛如果退化的話 可以解掉無謀遠者 呵呵呵呵呵呵 好啦陸虧加油啊 加油好嗎陸虧 撐著點 呵呵 直接上 恩 OK 最下輪我可以加一身拍賣師 然後啟動 印記之類 假設這張不會被解的話 可是這張應該要被解了 沒有被解 OK 這還蠻 這還差蠻多 讚啊 啊 咳ắc 嗯 地 rights 鎖馬上是OP啊 我是不是應該帶兩張啊 呵呵呵 乾超猛 幹 痛痛 запис 不要 titled撞進來 還行啊 還行 很好 這個節奏 這個節奏可以的 接下來只要拿到一張咆哮 可能需要兩張 這局大概就會結束了 他已經繳了一張AOE了 OMG 這是Token德 那所謂Token其實就是一一衍生物的意思 那這個用法是從魔法風靈會過來的 那這裡我們所謂的Token就是指羅蘭教師 這裡召喚出來一一指羅蘭學徒 然後我們就利用這個 預連印記跟野性之力 再把這些一一手下全部再加一加一buff上來 那因為多出了這個 預連印記 所以他基本上是增加Token德的 強度啦 因為基本上你原先只有野性之力嘛 可能像有預連印記跟野性之力 可以用來buff你的 這些EE token 好 所以這副的主要的引法就是 你做出一批Token之後 把他們buff起來 然後再利用 這個 兇滿咆哮一波 兩張或一張兇滿咆哮一波 把他們帶走 可以配合德魯伊做衝鋒 然後 因為其實 這一副沒有什麼抽牌 所以我們 另外帶了 傑森拍賣師跟製補術 配合啟動還有這些小法術來做一波抽牌 大概就這樣 那帶末日預言者跟利爪德魯伊都是 主要是用來防快攻的 或是防海盜戰 或是海盜XX系列之類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個讚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去我FB粉專 還有Twitch頻道公共 那我們之後再見啦 掰掰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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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